给你们看看镜色有多悲催 小爱同学还在准备佩戴脚毛塑形镜的过程当中 对 弟弟已经进入睡眠状态了 大呼噜了 好香哦 小爱同学眼睛镜是400度 虽然现在没有戴镜黄眼镜了 但是戴脚毛塑形镜也是超级麻烦的 都搞好了没 搞好了 搞好了要去洗手了 走吧 羊羊睡得好香 还在打呼 对呀 如果不近视的话 就可以多睡一会 每天洗手环节很重要 要把手的清洁干净 用漆步洗手把洗手 小爱每天都在用了 这个一斤力高达99.9%的一斤洗手液 能有效益着金黄色葡萄球巾的细菌 我们全家都在用 里面还含有精油和保湿配方 洗完手不干燥 每次洗完了我都不用护手霜 味道还很好 走戴眼镜去了 现在要开始被戴了 白天的话OK就就放在这个 酸液水里面泡着 马上就给它拿出来 先用那个冲洗液给它清洗一遍 是吧 然后再把它取出来 洗镜片 这个一个眼镜洗好了之后 先给它放在这个支架上 洗另外一 两支镜片都洗好了之后就开始配戴了 那手擦干净 对 一般就喜欢先戴左眼 好顺手一些是吧 现在还不得说话 还是很紧张的吧 都戴了半年了还是比较紧张 戴之前呢 再滴滴滴滴 滴滴 也要水 睁一下眼睛 要检查一下眼睛里面有没有气泡 如果有气泡的话要重新戴 是正常的 但我一般都会多看 对 紧张一点很好 现在开始戴右眼了 很好 现在已经很好了 以前都要戴好几次才能成功 睁眼睛看一下 这个戴着有点疼 赶紧取下来 如果戴着有什么任何不舒服的话 都要给它取下来 这样去 用这个鸵盆 给它取下来 这样 已经很熟练了 为啥会疼呢 不知道 掉了 再重新洗一下 看看这得多复杂呀 看杨杨睡得这么香了 姐姐还在戴眼镜 一定要保护好眼睛啊 不然的话就戴镜化也麻烦 戴脚膜也麻烦 这次怎么样 OK 那又可以去睡觉了 那我再等一会 好 等一会看看有什么不适应是吧 他有的时候他不适应就会不舒服 他又过一会他才会不舒服 感觉昨眼没戴好 啊 昨天又有个气泡了 昨天又有气泡了 昨天又有气泡了 你刚才不是昨天戴的挺好的吗 但他突然抱上了个气泡了 明显吗 我看看 里面有气泡吗 我看看 一个小小的 这次我已经给你们全面的介绍了 怎么使用气泡 明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样给它细下来 然后再放在这个盒子里面泡的 被子都没盖好 大概OK吧 但是等他眼泡水没有 对 你喜欢这点特别好 他不用往操心 他自己能给它很细心很谨慎的 把他眼睛检查好 睡觉 你喜欢这个高层 这个像个啥 像个鸟亮一样 好睡觉吧 你喜欢他戴这个脚帽睡眠镜 他其实眼睛是可以睁开的 他只是不敢睁大 他怕眼睛掉出来了 所以就必须弄好了就睡觉 你不脱衣服 脱衣服 晚安 我戴眼镜 好好好 这个戴眼镜不能超过10个小时 小孩自从戴了脚帽睡眼镜 就不睡懒觉了 因为他每天起来 戴了之后他就睡不着了 我戴了 我戴了